和柳如烟分手一个月后 我确诊了重度抑郁 同一天 我撞见他把一个男生 抵在墙上质问 说好我甩了他 你就乖乖做我男朋友呢 男生一脸休闹 我们可是好兄弟 那天他因为嘴硬 被柳如烟惩罚得很惨 而我魂不守舍 回去的路上出了车祸 当场死亡 再睁眼 我回到了柳如烟 跟我表白这天 那个男生坐在一群女人中 一脸挑衅 柳如烟 快表白啊 你不就喜欢温柔男吗 柳如烟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毒气把我抱进怀里 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我笑得温柔 好啊 答应做我男朋友 就不留反悔了 热闹的KTV里 一群人正在起哄 本来以为柳如烟讨厌男生 谁知道他是暗恋纪伯达呀 铁树开花了呗 黑暗中 柳如烟坐在我对面 神情会暗不明 消停点 别吓着伯达 我就是纪伯达 柳如烟今晚的表白对象 他那群兄弟都说 柳如烟暗恋我很多年了 如果我跟他在一起 绝对会成为最幸福的男生 恰巧 他也是我喜欢很久的人 不出意外的话 我会激动地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此刻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对面的男生 一腾成 柳如烟的兄弟 他被一群女生簇拥在中间 倔强的目光里满是挑衅 柳如烟 你不是最喜欢博达这样的温柔男吗 快点表白呀 不然可就要跟我这个老爷们凑合了 柳如烟咬着牙 冷笑一声 谁稀罕跟你凑合 我可是有人要的 说完他就抱住了我 带着赌气和不干 说出了和前世如出一辙的表白语 我打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我会对你很好的 所谓的对我好 就是在未来平凡劈腿一腾成 冷暴力我 害我患上重度浴室吗 前世他们俩被我做过的事 走马灯一样在眼前闪过 我努力压下嘴角的吵吼 笑眯眯地说 好啊 答应做我男朋友 就不留反悔了 聚会结束以示深夜 外面下起了大暴雨 大家决定留宿酒店 不同于前世 这次我执意要跟柳如烟住一起 一夜拧着唇 赌气不说话了 柳如烟拥着我笑 博打别理他 男朋友和兄弟 还是不一样的 一腾成呕了一声 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柳如烟一回房间 就去了卫生间洗澡 我盯着窗外的雨 不禁回想起前世我死的那天 也是一个雨天 那会因为分手 我的抑郁症已经很重了 人在医院里 突然收到一条匿名私信 是柳如烟兄弟群的群疗记录 一腾成公然在群里爱特柳如烟 咱俩比比倍 看看谁先脱单 输的人要答应对方一个条件 底下他那群兄弟吃瓜吃的不亦乐乎 我押一腾成赢 如烟怎么可能输 不出一个月 柳如烟发了我一位 在他肩头熟睡的照片 并且爱特一腾成 我赢了 一腾成滚出来 一腾成冷淡回到 干嘛 你输了 我的条件是 做我男朋友 我握着手机 早已泪流满面 这段时间遭受的冷暴力 和莫名被分手的押抑 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我只是这两人 暧昧游戏里的一个赌约 那天我急匆匆跑回学校 想讨个公道 却在男生宿舍楼下 看见柳如烟把一腾成 抵在墙上 咬牙切齿地说 说好我甩了技波打 你就做我男朋友了 一腾成一脸羞脑 我们可是好兄弟 谁 谁要喜欢你啊 他因为嘴硬 被柳如烟惩罚得很惨 那天回去的路上 我魂不守舍 出了车祸 而柳如烟和一腾成 在群里一众好兄弟的祝福中 走到了一起 隔壁的吵闹声 拉回了我的思绪 一腾成杂杂呼呼的笑声传来 说好了输的人脱衣服 一腾成你输了 脱吧 脱着脱谁怕谁 一腾成跟这群人称兄道弟 想来又是在玩什么过火游戏 突然我被人摁倒在床上 阴雅的声音自耳盼响起 博打我想问你 柳如烟的黑发还在滴水 手背上的轻筋应用力而鼓起 我冷静地注视着 他眼底翻涌的激动 笑了笑 太着急了吧 我知道柳如烟快疯了 他因为得不到对方 就来折磨无辜的我 哪个傻逼丁妈教给他的道理 于是我决定再添一把火 清脆的快门声惊醒了柳如烟 他看见我举着手机 眼神一鸣 博打你在干什么 屏幕上 赫然是柳如烟把我摁在床上的照片 我点开和一腾成的对话框 飞快发了过去 隔壁的笑声卡了壳 柳如烟浑身一叫 突然冷喝道 既博打你疯了 我打了个哆嗦 像是被吓到了一样 眼睛里浮起了水雾 对不起对不起 我发错人了 我只想跟兄弟秀个恩爱 不知道会发给一腾成姐 隔壁传来男人的喊声 哎一腾成 你去哪 你还没拖呢 谁让你生气了 赶在一腾成破门而入之前 我急忙从床上爬起来 我有点不舒服 先出去透透气 说完我夺门而出 像极了做错事 落荒而逃的怯弱胆小鬼 很符合柳如烟对我的印象 与此同时 我的手机不小心掉落床底 开始录音 还能录个证据 由于我逃跑速度太快 在走廊拐角狠狠和人撞到一起 一只大手抵住我的额头 轻轻一推 我便对上了一双深邃的黑猫 瞎跑什么 冷淡的嗓音 配上他那张艳势的脸 让我瞬间冷静下来 是柳如烟的室友 江念 也是前世柳如烟的那群朋友 唯一说我眼神不好的人 此刻他正盯着我脸颊上的鳄鱼泪 默不作声 背后传来一腾成敲柳如烟房门的声音 柳如烟 上次那个竞赛材料有问题 我要跟你讨论一下 转角处 我把江念压在墙上 紧紧捂着他的嘴 炙热的气息落在我手心 烧得人发烫 江念没见而微扬 似乎在等我解释 直到柳如烟打开房门 一把把一腾成拉进去 门碰得闭合 我才咬着唇角 委屈巴巴地说 我跟柳如烟吵架了 江念懒懒倚着窗框 清俊的身影被雨夜的窗框 晃成了一副绝美的画 是吗 我看不像啊 我表情一僵 沉默地盯着他 一腾成的声音从门里飘出来 听得格外清晰 柳如烟你个混蛋 我们是兄弟 你干什么 柳如烟冷笑一声 输了就脱衣服 一腾成你玩得够大语 关你屁事 我想让你当兄弟 你就是兄弟 我想让你当女孩 你不想也绝对不行一腾成 你这缺根弦的毛病 该改改了 一腾成从最初的嘴 逐渐染上了哭腔 最后甚至带了撒娇求饶的意味 既不打回来怎么办 怕什么 他在门外才刺激啊 江念垂着眼 发出一声嗤笑 你喜欢这种垃圾 窗外的雨稀稀立立 我慢慢钻紧了冰冷的指尖 浅浅笑着说 以前很喜欢 现在不喜欢吗 即便已经很冷静了 颤抖的尾音 仍然将我的情绪暴露了出来 前世 我听妈妈的话考上了好大学 如果顺利的话 我会跟喜欢的人 谈一场认真的恋爱 毕业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过完平淡快乐的一生 可因为这对狗男女的扭曲爱情 我的人生被毁掉了 真热心 眼前突然落下一片阴影 江念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面前 问道 想不想让他俩身败名恋 明明是句很随意的话 此刻却像是蛊惑人心的抑郁 就不要放弃科创比赛 我的心猛然一沉 科创比赛 一个足以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比赛 前世我和一腾城同时杀进决赛 因为柳如烟的甜言蜜语 我主动弃权 这才给了一腾城拿下第一 签下百万年新工作的机会 他甚至在未来 会用轻飘飘的一句话 让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惨遭此退 断了我的经济来源 这是属于我的秘密 江念是怎么知道的 我没有追问 江念也没有说太多 我们都很默契地坚守着各自的秘密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柳如烟在走廊里发现了我 博达 你昨晚去哪了 昨晚敲门 你没有开 我就自己开了一箭 柳如烟敏纯 我昨晚不该吼你的 对不起 作为补偿 我带你出去度假吧 我低着头 沉默不语 几分钟前 由于一腾城不敢承认自己的心意 俩人刚刚吵过架 可是即便如此 柳如烟在收到决赛名单后 还是决定引导我放弃比赛 给一腾城创造机会 一腾城从旁边的屋子走出来 风吹起了他的头发 井下的吻痕瞬间暴露 众人起哄 一腾城 你有情况 他匆忙捂住了脖子 眼底闪过羞脑 没有 这个态度无疑让柳如烟更加生气 柳如烟冷冷看他一眼 面色微沉 轻腻地摸了摸我的耳朵 众达 进屋 我有事跟你说 我折回房间 取回了我的行李箱和手机 转身看到柳如烟将门关好 走过来温柔地抱住我 众达 科创竞赛你竞决赛了 我故作惊讶地瞪大了眼 真的 那可是以你的能力 即便拿下冠军 也无法进入RH公司 签那份高年薪的合同 因为你性格太软了 无法适应高强度的工作环境 我一本正经地看着柳如烟演戏 尽力压下唇角的嘲讽 前世他就是这样 通过不断洗脑击垮我的信心 让我退赛 众达 像你这样的人 我见多了 不可能撑过实习期的 柳如烟言辞恳气 可是幸运的是 你遇到了我 毕业后你就去我家公司 没人敢欺负你 你退赛吧 我咬着唇 犹豫很久说 去你家公司 可靠吗 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没什么安全感 柳如烟紧紧抱着我 放心 众达 我会在比赛当天跟你求婚 你想要的安全感 我给你 我靠在他肩头 笑着 眼神却充满冷意 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没什么安全感 曾经我很认真的 跟柳如烟说过这句话 然后小心翼翼的 又满怀喜悦地 憧憬着我们的未来 给了柳如烟欺骗我的机会 从来一次 他该为这些话 付出应有的代价 比赛一天天临近 我坐在电脑前的时间 越来越久 室友从外面回来 问博达 你一天没吃饭吗 真的没问题吗 我盯着电脑 随意应了声 嗯 晚点吃 话落 手机弹出了柳如烟的消息 今晚有演唱会 我想你陪着我 过去一周 柳如烟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把我约出去 消耗我的时间 以往我还能应付一把 今天我胃疼 就找了个不舒服的理由 打发了他 室友说 柳如烟对你还挺伤心的 全学校都快知道了 我退出和柳如烟的聊天记录 没有恢复 紧接着 江念打来电话 季伯答 下楼吃饭 他这几天去外校参加比赛 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说 胃疼 不想去 你自己出来 还是我冲进你们寝室 把你抬出来 几分钟后 我裹着外套 推开了寝室楼的大门 走路都在发飘 我说了不想吃 江念脸色阴沉 摸了摸我的头 你在生病 我就出去开个交流会 你就不吃饭了 江念在的时候 每天都会拽着我吃一日三餐 哪怕我被柳如烟喊出去 回来也会被强行投喂夜宵 我还想说点什么 却一头栽在江念身上 没了意识 随即陷入了一片黑暗 随你找飘动 激烈的争吵从远方传来 像是隔着棉花似的 一股脑挤进耳朵里 恍如隔世 江先生 纪伯达死了 怎么回事 车祸 江念 你冷静点 我他妈冷静不了 两个贱人 你是不是喜欢纪伯达 不喜欢为什么要提他报仇 不喜欢也可以报仇 我只是看不惯老实人受欺负 纪伯达 我好像喜欢你 纪伯达 我要去找你了 我猛然睁开眼 寂静的病房里 不时传来一气的滴答声 江念垂着头 坐在沙发里 看样子已经睡着了 我认真打量着江念 不确定刚才的声音是幻觉 还是前世我死后真实发生的事 江念似乎很疲惫 眼下还有淡淡的乌青 应该是因为我的病情 柳氏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他睫毛一颤 缓缓睁开眼 刺目相对 江念声音里带着沙哑和困倦 纪伯达 你看我干什么 我鬼使神差的说 你喜欢我 江念浑身一僵 眼神瞬间恢复清明 熟悉的调笑声传来 年纪轻轻 还挺自恋 我被他噎了一口 撇撇嘴 没接茶 医生说 我是由于压力太大 患了急性胃溃疡 需要住院数几天夜 我说我想吃冰激凌 江念说 纪伯达 你看我像不像你爹 我天天操心你 头发都白了 到了最后 他还是买了和草莓味的冰激凌 给了我一小勺 剩下的他全吃了 由于他最近总是 跟我待在一起 天乐的心毛病 忙起来的时候 江念习惯把手机扔给我 让我帮忙读消息 此时 手机又响了 我熟练的解了锁 看到是柳如烟 在寝室群里发言 念了 说什么了 江念说的漫不经心 我无奈地读出了内容 如烟 你真打算用美男记 为了一腾成能成功拿笔 不惜色又记博打 一腾成不是还跟你冷战吗 柳如烟语气声音 一腾成跟个眷吕一样 不哄着能有什么办法 我在他手里 认了 我读完 病房里陷入了沉默 他是想明确告诉我 我是个傻逼吗 幽暗的电脑光照亮了 江念轮廓分明的脸 真好看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从醒来后 我看着江念 心跳就会不由自主地加快 我突然轻轻开口 疼 江念掀起眼皮 幽暗的眸子里 有着变不明的情绪 哪疼 未疼 他神色一紧 合上电脑 走过来 靠近我的瞬间 他读懂了我眼底的探究 我咧嘴一笑 还说你不喜欢我 江念在短暂的呆滞后 挂上一抹危险的笑 活该 疼死你算了 你还给我拿药了 是担心我吗 江念冷声道 闭嘴 再炒毒死你 我住院的这段时间 柳如烟来探病的时候 江念就会短暂的消失 出院这天 江念被柳如烟拽过来帮忙 柳如烟最近心情不错 连听我说话的时候 眼底都带着笑语 大概是过得太顺了吧 毕竟伊藤城又回到了他们小团体 跟他喝同一杯奶茶 我回到学校给伊藤城惹麻烦 我小声问 当着学生会主席的面 四字离校是不是不好啊 江念给了我一个算你实相的眼神 柳如烟笑道 巧了 学生会主席是我室友 你在这住院 还是拖了他的关系 我俩关系好着呢 江念呕了声 这是还真不行 为什么 徐老师刚才打电话 让我把纪伯达带回去 柳如烟急了 徐老师怎么突然关心起纪伯达了 偷偷抱撞的某人扯起唇角 不知道 新柳是怕病号出事吧 今晚重点查他们寝室 纪伯达得宰 柳如烟一脸不甘心地 把我送回了学校 一路上再三叮嘱我 他明天会跟我求婚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柳如烟 你是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 明天我等你 去递交比赛材料这天 我在门口遇到了伊藤城 纪伯达 你不是退赛了吗 伊藤城有点惊讶 也有一丝恐慌 我十分平静地把材料交给了老师 这么好的机会 我为什么要放弃呢 可是你的性格不合适 我不合适 你喜欢给人当爹的性格就合适了 我毫不客气地回答 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在伊藤城忙着跟人做同一杯奶茶 让那群人喊自己爸爸的时候 我早就利用未来三年的市场总像 做出了最好的创业项目书 伊藤城彻底慌了 他拽住我的胳膊 强颜欢笑 柳如烟今天给你表白 你不去吗 那可是柳如烟啊 我轻轻笑出声 这么难得 你去呗 伊藤城瞬间脸色发白 走向赛场的路上 柳如烟的直言片语 不断在脑海中回神 恋爱恼一个 能给伊藤城当垫脚石 是他的荣幸 将来我跟伊藤城结婚 纪博达得作主桌 伊藤城要是早点开窍 还有纪博达什么事 我扬起一抹笑 眼眶有些热 钱是我没有到达的赛场 今天来了 没人知道 为了这个位置 我吃了很多苦 走了很多弯路 放在书包里的手机 开始疯狂震动 我猜是柳如烟打来的 前世今生 柳如烟从来没怀疑过自己的魅影 他如此自信的认为 我会为了看他一场愚蠢的求婚 放弃比赛 我心情愉悦的 看着伊藤城站在原地 快要哭出来了 博达 你先来吧 老实行我 在我上场前 柳如烟匆匆赶回来 把我拉住 急言立色道 纪博达 你不是答应我放弃比赛吗 我无辜的望着他 唇角施压不住的笑容 你能在这里给我表白吗 只要你说爱我 我就可以抛下一切跟你走 骚动很快 引来不少人围观 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那不是RH公司看中的纪博达吗 听说比完赛就会跟他签合同 他可比伊藤城厉害多了 柳如烟眼神一颤 下一秒他揽住我的腰 语速飞快 博达 只要你跟我走 我什么都能给你 你愿意吗 现场陷入了死记 伊藤城看救命稻草一样看着我 我缓缓笑开 咬字清晰地回复他 当然不愿意啊 我在他阴沉的怒光中 不仅不慢地嘲讽 完了而已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个恋爱卯吧 你好天真啊 与此同时 论坛的帖子经过发酵 已然被顶到了主页 伊藤城撒娇的声音 让很多人露出了恶心的神色 他不是跟男人打成一片吗 天天跟个假小子一样 原来叫起来这么 伊藤城脸色一白 咬着唇眼泪滚下来 柳如烟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眼神彻底冷下来 纪博达 你确定要这么对他 我挑眉 等着他的下文 柳如烟突然冷笑一声 各位老师 我举报纪博达抄袭 这话一出 周围瞬间炸了锅 柳如烟掏出一份 打印好的毕业论文出稿 纪博达 请你解释下 你的主题 为什么会跟江念的毕业论文一样 我看到江念的题目一愣 前世江念的毕业论文并不是这个 他竟然也对三年后的风向 了如指掌柳如烟说 江念才见你几年了 就被你偷了东西 纪博达 你配我真心对你吗 校长表情严肃 纪博达同学 请你解释 这个主题 在如今的人眼里是个大冷门 我吻下心神 解释道 校长 只是主题状了 并不能说明我抄袭 别狡辩了 没有江念 你能想出这个东西 校长不耐烦的挥挥手 比赛不能被耽误 纪博达取消资格 轻飘飘的一句话 工作人员就把我的材料抽出来 扔进了垃圾箱 我发出了一声讽笑 仿佛又回到前世 被伊藤诚污蔑抄袭 丢掉工作的时候 他们人多势众 全力滔天 动动嘴就能颠倒黑白 台下的师生议论纷纷 还以为他多厉害吗 无语 靠录音曝光男朋友 能是什么好人 旁边的伊藤诚 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阿伯达 你怎么还跟别人有一腿啊 伊藤诚兴奋的满面红光 从手机里调出一张照片 递给周围的同学 照片里 昏沉的夜幕中 一道高挑的背影 正弯腰靠在床前 偷吻熟睡地我 照片只能看到我的侧脸 柳如烟一愣 脸上的嘲讽和嫌恶快要溢出来了 真行啊 你说我劈腿 正要掏出手机报警 抬手甩他一巴掌 猝不及房间 砰的一声 柳如烟被人踹下了演讲台 江念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他身后 冷冷笑开 再他妈说一遍 你要养谁 我把他喂得白白胖胖 你个穷逼 也配养 江念的出现让现场一片死寂 校长瞠目结舌 江念 你不是去隔壁学校 江念携了柳如烟一眼 听说有人不要脸的欺负同学 作为学生会主席 我肯定要赶回来 给同学主持公道 柳如烟促美 江念 他抄你论文 我帮你出气你还踢我 江念冷着脸 谁说他抄我了 我抄他不行 柳如烟一正 终于察觉出不对 哥们儿 师哥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 汤他气疯了 举着照片 他私生活不检点 男人一抓一大把 江念的目光蓝蓝扫过照片 那他妈的是我 所有人皆是一愣 江念抽走照片 冷嗖嗖的笑着 好不容易耍自流氓 还被你给拍到了 你是不是想死 柳如烟仿佛被抽干了脑子 脸色煞白 不 你不会的 校长也附和道 江念 你是个好学生 千万别被感情冲昏头脑 江念懒懒掀起眼皮 声音冷淡 道歉那校长 我这个好学生 就喜欢偷偷耍流氓 知道纪伯达有男朋友 还尚赶着勾引他 让您失望了 江念几句话 将现场的气氛 推上了高潮 不少吃瓜的同学 纷纷登陆学校论坛 快来看 好精彩啊 四角恋吗 不不不 是柳如烟和伊藤城 倒打一耙 请问柳如烟 刚才是造黄瑶了吗 我没有理会现场的嘈杂 而是对着校长说 我要报警 校长脸色发白 纪伯答 你胡闹什么 柳如烟刚才说 我私生活不检点 造我黄瑶 大家都听见了 柳如烟恼羞成怒 你自己干的破事 你自己知道 我干什么了 我在柳如烟的注视下 渐渐红了眼泡 几分钟后 校长和老师紧张围着我 同学 你冷静这件事不要闹大 你先把电话放下 我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柳如烟笃定我私生活混乱 说明他看见 我跟别人发生关系了 我又完全不知情 所以我有理由怀疑 有人趁我睡着强奸我 我要报警 柳如烟就是我的证人 柳如烟脸色极其难看 伊藤城更是吓得一言不发 众人此时才意识到 事情闹大了 江念看热闹不嫌是大 这么严重 该报警 这件事 最终以柳如烟被强制休学告终 几天后 比赛顺利进行 我以压倒性的优势 打败伊藤城 拿下冠军 RH公司当即对我抛出橄榄枝 林小姐 您是个很有想法的人 考虑毕业后入职我们公司吗 如果是刚重生那会儿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 签下这份协议 可现在 我婉拒了 能说说是为什么吗 我笑着说 有人开出了更诱人的条件 那就是柳如烟的哥哥 柳延鹤 他用柳如烟的前途 和我交换了未来三年 市场发展的风向 我没有理由拒绝 比赛结束 我和江念并肩 走在林荫道上 温暖的春风 自艺地扫过我们的肩头 我想起了那张照片 迟一半上 还是问了 你为什么偷偷亲我 江念的眼睛 藏在斑驳跳跃的光影 叫人看不清 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因为我喜欢你 从上辈子就是了 前世江念视角 江念第一次见到纪伯达 是在一个盛夏的午后 师哥 柳如烟谈恋爱了 你知道吗 江念刚参加完学术讲座 就看见了柳如烟的男朋友 他穿着洗的发白的就裙子 乖巧地坐在KTV的角落 在众人的野鱼声中 显得局促 学校的贫困生 纪伯达 江念知道他 每个月的补助金发放 都要经过他的审核 纪伯达那张脸 他看了无数次 纪伯达想跟他打招呼 江念冷淡回道 看着挺乖 眼神不怎么好 他希望纪伯达能听懂言外之意 柳如烟不是什么好人 如果有人问江念最讨厌什么人 江念会说 他讨厌恋爱闹 所以纪伯达的存在 完全就是在他的雷区蹦底 他想不通 一个人怎么会饿着肚子攒钱给男人话 柳如烟又不缺钱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来临补助金的贫困生争的大爷 说纪伯达不是恋爱闹 他是老好人 对每个人都很好 你遇到困难 他也会帮他 江念心想 那他们就是圣母 就因为柳如烟的一句玩笑话 纪伯达认真给柳如烟攒钱花 他根本不知道 柳如烟的一双鞋就要好几万 也不知道他喜欢的男孩子 在背后笑他是没见识的土鳖 江念心里窝火 在纪伯达来找柳如烟的时候 恶生恶气的问 喂 我吃不起饭了 借我点 纪伯达吓得色缩着身子 给了他一张纸币 把他当成打劫的了 从那天起 江念就开始自掏腰包 给纪伯达发补贴 以学校的名义 纪伯达的生活费多起来 但是他却没胖 还是瘦瘦的 像个随时都能被风吹跑的风筝 大三下学期 江念要出国当交换生 临走前 江念还特意叫人打听过纪伯达 那人说 生活上没啥困难 跟柳如烟感情挺稳定的 就是他那点多出来的生活费 都捐了 江念问 捐哪儿了 贫困山区的女童 还有一些交不起学费的女学生 江念是真的没脾气 你不得不承认 世界上有些人 他就是喜欢普照世人 哪怕自己都活不起了 还想着把后辈的路照亮 江念临走前 吩咐人定期往他账户里打钱 这一去就是两年 在国外的生活兵荒马乱 自顾不暇 偶尔他能打回电话 得知纪伯达过了毕业打电 签了份还算可以的工作 跟柳如烟没分手 听起来 纪伯达的生活如此平静 以至于他任何冒昧的打扰 都是不应该的 等江念再回来 就是作为继承人接手家业了 这一次的接风宴上 柳如烟和伊藤诚成了一对 江念在短暂的愣证后 突然想起了某个人 鬼使神差地问 纪伯达呢 伊藤诚撅着嘴 闭脸不屑 哦 精神有点不好 在医院呢 怎么都不好 抑郁症啊 他像是想起来什么笑话 笑得前仰后合 谈个恋爱就抑郁了 穷人家的孩子就是玩不起 柳氏看他脸色不对 接风宴也没持续多久 江念走出门就给人打了电话 纪伯达怎么回事 抑郁症怎么不跟我说 对面语气苦涩 江先生 纪伯达是被柳如烟甩了的 我总不能掐着柳如烟的脖子 逼他回来吧 而且您也没让我汇报他这些事 他上个月刚被公司开除 江念罕见的失了空 对着那头吼 那就给他安排工作 他住院了 没法工作 江念气得摔了电话 对着空气骂了句 真特妈的改 纪伯达但凡有个脑子 就该一脚蹬掉柳如烟 怎么能被欺负成这样 江念心里堵得难受 他想不通纪伯达为什么会抑郁 他咨询了心理医生 对方说 江先生 你知道温水煮青蛙吗 三年时间 足够把一个健康的人 片镜逐渐滚烫的开水里 哪怕他现在想爬出来 为时已晚 他不单单是抑郁症 他的身体病了 换言之 柳如烟和伊藤诚 一定对纪伯达 进行了长期的精神折磨 这些江念都不知道 他能做的 就是给纪伯达找最好的医生 他怕自己的出现 会让纪伯达想到柳如烟 所以连见他一面都不敢 伊藤诚和柳如烟在一起的事 惊动了很多人 隔三差五 江念就能听见 有人邀请他去参加聚会 聚会必定由柳如烟 和伊藤诚秀恩爱 柳如烟说 他暗恋了伊藤诚四年 四年 整个大学时光 江念这才后知后觉 纪伯达被人要了 那天江念作为股东 去柳炎整公司开会 在门口一脚把柳如烟断翻了 柳炎整挑眉 江先生 当我的面断我弟弟 过分了吧 江念文言 不解恨的又端了两脚 结果当晚 他就接到了纪伯达去世的消息 死在一场车祸里 尸体骨瘦如柴 纪伯达的手机上 还留着几张截图 是柳如烟和伊藤诚 在三百多人大群的聊天记录 截图是伊藤诚 用小号发给纪伯达的 他就是想推纪伯达一把 让摇摇欲坠的他 早点掉进深渊里去 江念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 看完之后 就说了两个字 贱人 江念开始对伊藤诚和柳如烟 进行报复 手段偏激到叫人不可礼物 柳炎整起初 还会象征性的保一下柳如烟 到后来 干脆放弃了 有次江念喝醉了 柳炎整还问 你是不是喜欢纪伯达 不喜欢为什么要替他报仇 江念说 不喜欢也可以报仇 我只是看不惯有人欺负老好人 是个正常男人 都瞧不过去 后来 伊藤诚因早年前涉及抄袭别人方案 被柳多人告上了法庭 进而丢了工作 柳如烟呢 见面就被江念揍 柳炎赫和江念穿一条裤子 把他整得生不如死 没多久就断了一掉头 柳炎整问 这种程度够了吗 用不用把他俩弄死 江念说 行 江念自以一个正义的男人 直到某天深夜 他偶然翻开了折叠的群聊 在底部 躺着一个已经被解散的大群 那一刻 一股苦涩的浪猛然打来 将他狠狠拍进深不见底的海 那些本该被他知晓的赌注和秘密 就大喇喇地展现在屏幕上 他却忘记了自己也在群里 继伯达会讨厌他的吧 江念坐着抽了一宿的烟 第二天一早爬起来 抓了柳如烟摁进车里 再急跑车在盘山公路上急驰 柳如烟吓尿了 一个劲儿的求饶 江念却心情大好 柳如烟 你说我要是开车 从山头飞下去 会不会见到想见的人 柳如烟哆嗦着 江先生 对不起 我做错了 我不该玩弄计伯达 我不是人 我真的不想死 求你放过我 这句话反而激起了江念心底的胸心 他踩着油门 一路轰到了山顶 巨大的轰鸣声震碎了天边的云 柳如烟临死前 猛地抢过了方向盘 舞灰都不上 江念浑浑噩噩噩的时候 依旧没有见到纪伯达 他觉得那些美好的神话都是放屁 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 人死了 就什么都没了 最后他躺在医院的急救床上 看着头顶的白痴灯流花斑向后飞去 耳边的小护士叽叽喳喳 抱着他的血压 心绿 他在小护士胸前垂下的挂表里 看到了熟悉的贴话 是纪伯达最喜欢的贴话 他恍惚地抬起手 抓住小护士问 你认识纪伯达吗 小护士说 他是我的资助人 胸牌上的救死服伤晃了 他头晕 小护士的目光跟纪伯达一样成车 躺好 让我救你 喂 江念 我举手在江念眼前晃了晃 你在想什么 自刚才莫名其妙跟我表白之后 江念好像就跟丢了魂一样 他回神 盯着我看了会儿 突然说 我在想 现在亲你一口 会不会被你罢 我沉默地和他对视 江念咽了口睡目 突然捉住我的手腕 附在身后 低头吻了下来 他咬得又重又狠 疼得我直美 还不让我躲 春宗方块又温柔地围着我们打转 像我的心一样雀跃 很久之后 江念才恋恋不舍地放开我 纪伯达 去吃饭吗 我突然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似乎江念在跟我吃饭这件事上 格外执着 他等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 好好吃饭 接下来几天 我成了学校的红人 走到哪里都有人跟我打招呼 甚至还入选了学校年度优秀任务 被邀请参加采访 伯达 最近伊藤诚到处造谣 说你赢了比赛 都是因为江念帮你 室友把论盘的帖子推到我面前 揭秘基伯达获奖内幕 由于伊藤诚的造谣 不少人信以为真 知道什么叫利人设吗 拿第一的不可能是普通人 我就这么说吧 在座的学妹谁要拿下江念 谁就能拿第一 不像我们男人哦 没得依靠 我还是支持伊藤诚吧 室友一脸气愤 你出高写完的时候 都不认识江念 这群人就是看不得男生成功 我在教学楼碰到了伊藤诚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没心没肤 伯达 你跟男生谈情说爱 早晚会输 可以学学我 跟男生当哥们 将来出了社会 多条路 这么看起来 我好像也不算输 哈哈 我平静地看着他 好啊 学姐在接再利 扭头 我就把事情捅到了学校 伊藤诚因为造谣 被学校约谈了 毕竟科创比赛是市里最重视的项目 他在网络上肆意发言 影响了学校形象 伊藤诚试图找那些男生帮忙 你们不是说支持我吗 纪伯达肯定有内幕 我们联合起来抵制他 一定能成功的 那几个人纷纷避开了眼神 伊藤诚忍不住发了脾气 白跟你们出了 你们这群白眼狼 有人不耐烦的笑 真把自己当男人了 送上门的便宜 不要白不要 而且 你要摸起来真的挺软的 伊藤诚差那肩愣在原地 眼眶瞬间通红 伊藤诚不甘心地说 老师 纪伯达是江念的男朋友 他帮他也算公平吗 老师无奈解释 江念没有给纪伯达头推荐票 他们寝室 以及整个学生会成员 都没有参与投票 结果完全公正 伊藤诚在学校论坛出了名 往日里受过他委屈的人 纷纷嘲讽 伊藤诚女神 你的好兄弟怎么不帮你了 男生又不傻 长得漂亮又会甜 不要白不要 现在他名声臭了 谁愿意跟他玩了 我跟柳如烟的哥哥签了协议 柳妍诚会一直供我到研究生毕业 并且确保我能入职他家公司 我这时才知道 柳如烟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 柳妍鹤的妈就是被柳如烟的妈害死 所以他想搞死柳如烟很久了 新学期开始了 伊藤诚的状态有点不对劲 一周的时间 他跟室友和同学吵了五次 还见了血 柳家的长辈动用了人脉 把柳如烟弄了回来 伊藤诚被老师叫走谈话的时候 柳如烟正坐在我对面 博达 对不起 以前是我不对 柳如烟沉稳了柳多 一看就是被柳家长辈指点过了 那场比赛让柳如烟爸爸看到了我的价值 所以他想通过逼迫柳如烟夫人 来套取我的消息渠道 我微微一笑 都过去了 今天找来 是为了交接工作 有些地方我不太懂 需要你带我 新学年 柳如烟学生会副主席的头衔落在了我头上 柳如烟点头 好 博达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伊藤诚刚好从门前经过 突然扒住门框 柳如烟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要跟他复合对吗 刺耳的质问回荡在室内 几分钟后 我从屋里走出来 身后是伊藤诚疯了般的哭喊 柳如烟不耐烟的说 伊藤诚 你闹够了没有 我明确告诉你 我们家只认博达一个儿媳妇 我扯起嘴角 跟柳延和发了个消息 他上钩了 最近一周 柳如烟跟我的交集多起来 一个宁静的午后 我坐在电脑前 随意应付着柳如烟 突然 我被人拦腰抱起 放在桌子上 江念冷着脸 稳住了我 纪博达 你是不是入戏太深了 还对着柳如烟笑 为什么要奖励他 我扶着江念的肩膀 呼吸稳乱 别喊我 我是你男朋友 喊名字 我笑了 江念 江念把我亲得七昏八素 握着我的腰 捏了捏 又胖了点 今天想吃什么 我认真的盯着他 你为什么总想跟我吃饭 江念敏纯 撩起我的头发 因为我不想你像上辈子那样瘦的皮包骨 博达 那是我一辈子的噩梦 窗外的暖阳 撒在了我俩身上 他的体温一丝不落地传来 我问出了困扰很久的问题 你为什么也有记忆 你是不是也死了 江念的笑容明媚耀眼 瞎说 我可是寿中正气 两周后的某天 伊藤诚冲进了学校广播站 当着柳如烟的面枯的梨花带雨 柳如烟 我喜欢你好多年了 你不能为了纪博达抛弃我 他说这话的时候 广播站的喇叭还没关 伊藤诚拽住我的衣服 刻意阻止我去关广播 博达 我知道你讨厌我 可是你插足我和柳如烟的感情 就不怕遭报应吗 吃瓜群众闻风而来 纷纷在学校论坛里讨论 纪博达插足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休息日 纪博达和柳如烟去广播室干什么 可疑 与此同时 广播室后面的推大门开了 学校老师 学生会成员都在 几十双眼齐刷刷盯着伊藤诚 讥讽的 嘲笑的 不解的 老师沉着脸 伊藤诚 你太过分了 伊藤诚浑身一颤 为什么 我明明打听到老师毫不留情的喝汁头 今晚是我们为迎接校庆做的节目 你瞎打听什么 柳如烟将手从伊藤诚的怀里抽出来 语气冷淡 伊藤诚 我一直都拿你当兄弟 没想到让你误会了 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后来 由于伊藤诚频频跟人发生争执 学校把他送到了心理咨询室 医生说伊藤诚有抑郁症 需要去医院接受治疗 我帮他联系了父母 抑郁症 这么严重啊 他父母眉头紧锁 我点了点头 语气真诚 我有一个朋友 从精度抑郁转为中毒抑郁 最后死掉了 所以我建议叔叔阿姨早点给他治疗 伊藤诚被接走那天 恶狠狠地诅咒我 纪博达 你早晚弄死你 我笑着说 学姐 记住你的话 希望你在吃药的时候 能想起我 望着伊藤诚的车逐渐远去 我的笑容才渐渐消失 掌心已经被掐出了痕迹 江念递过来一杯奶茶 我做了一口 甜腻腻的 混着茉莉花的味道 我说 那些要真的很苦 我为了活着 每天都在认真吃药 我希望他也是 江念拍拍我的头 放心 你受过的苦 他少不了一点 其实我问过江念 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重来一次 他可以利用信息差 大力发展家族产业 江念也的确这么做了 在一起的第一年 江念去了国外 临走前 他把我提到体重秤上 如果我回来的时候 你瘦了 就等着吧 临近毕业的时候 我保了本校的研究生 这样可以兼顾柳炎整公司的业务 我在柳氏集团的日子 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柳老爷子偏爱柳如烟和他妈妈 反而对原配之子柳炎整格外冷淡 柳如烟在公司里作威作福 我和柳炎整暗地里的计划 进展的并不顺利 柳炎整总是跟我开玩笑 说我俩叫卧心长胆 这一场就是五年 我们等来了一个平平无奇的项目 本来是柳老爷子扔给柳如烟练手的 柳如烟不想做 就扔给了我 博答 看你最近挺乖的 奖励你的 那一刻 柳炎鹤和我的眼睛都亮了 这是江家和柳家合作的第一个项目 由于精准预测了市场风险 合作推进当年 就在国内市场打出了王炸 两家股票水涨船高 六月初 柳炎鹤召开股东大会 以超过90%的股东支持 成为新的董事长 同一天 柳炎整宣布该项目组移交分公司 我任新公司总裁 实现了权力转移 我们的反扑只用了三天 带柳老爷子回过审 柳是一主 大事一去 柳如烟闯进股东大会 不甘心地质问 纪博答 你不是说会一直支持我的吗 柳如烟满心以为 我为公司当牛做马 是为了将来能嫁给他 嫁进柳家 柳炎整挑眉 看热闹一样 没说话 我被柳如烟逗笑了 这就是你跟老板说话的态度 众人若寒蝉 没人敢替他说话 我和柳炎鹤 是从底层一步步杀出来的 谁也不想心上死来的第一天 就被拎出来寄刀 我把柳如烟带去了分公司 甚至还特意安排他 接下了精神病院的项目 一周七天去做一工 一对一 对象是伊藤成 柳如烟肉眼可见地憔悴下去 纪博答 我不能再去了 伊藤成他每天用那种眼神盯住我 我害怕 我笑了笑 你不是很喜欢他吗 让你俩天天在一起不好吗 柳如烟面露惊恐 他逃不掉的 因为他和他妈的经济来源 还捏在柳炎鹤手里 时间一晃到了八月份 江家的继承人归果 我作为合作方 为他接风洗尘 机场的大屏幕上 还在滚动播放着当日新闻 近年来 毕与症患病人群大大增加 某位大高材生于昨日同死前男友后 自杀身亡 生前曾患有重度抑郁 专家呼吁广大人民群众重视心理健康 我盯着新闻 有一瞬间的恍惚 紧接着 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消息 林总 柳如烟昨天被捅死了一腾成干的 我低头看着医院发来的消息 回了剧 知道了 我会通知他家属 做好后续安抚工作 柳如烟是个没福气的人 天天跟相爱的人在一起 怎么就死了 我给柳炎整发了条短信 节哀顺变 柳炎整回得极其简短 别恶心我 正午的太阳肆意地穿透了机场的玻璃 四周的光斑就碎开的琉璃 脚步声自前方传来 最终停在我面前 纪伯达 好久不见了 我抬头 对上那双黑炙热的眼 五年的岁月 打磨掉了江念眼底的风锐和桀骜 多了分沉稳 江念朝我伸出手 让我看看你受了没 我缓缓笑开 轻易地握住了他的手 穿过光色斑斓的路 朝着机场大门走去 时光荏苒 时空交叠 这一次 纪伯达活过了多灾多难的二十三岁 而本该死在医院的江念 此刻就站在他身边